大家好 我是台北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吴云瑞 协会呢就是在大概21年前成立的 那成立的目的呢就是服务园区的厂商 帮厂商解决很多需要政府来解决的问题 譬如说交通啊法令啊等等 办一些很多的公益的活动 譬如说每年有两次千人捐血 公益路跑等等 那么我们也会针对园区的厂商 他们的需求来举办很多的公益的讲座 因为我们协会的服务是全方位的 那但是因为就说我们的人力其实也很少 所以呢数位转型是必然的一个一定要去做的 那当然就说这个疫情 这个的情况 其实分流上班在园区也是非常普遍的 那协会呢当然也会就是说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加速我们的这个数位转型 大家呢在家里面也能够让我们的服务的工作顺利的推动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台北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财务梅俗纳 早期我们那个协会用的会计软体是用e-sale做的 这个e-sale它的程序是很费失的 而且过账很容易错误 那发现错误的时候 我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查账 然后我们用了一个专门为工协会制定的一个会计软体 这个软体就是属于单机版 没有办法在家里就是居家办公 所以就必须一定要来协会上班 我们就上网去查那个零端版的会计软体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瑞扬的这套会计软体 然后呢发觉到它是很完整的 而且有试用版 所以我们就决定用这套会计软体 因为瑞扬会计软体是一个有制度的公司 而且他们的那个团队精神是很强的 所以当我们需要什么时候 它很快就会配合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瑞扬的会计软体是很适合中小企业 那些会计人员他们可以用的 我觉得其实瑞扬的软体 符合园区的所有的企业 因为每个企业都有这个财务人员 都需要做账 需要做很多的财务报表 那这个雲端的作业呢 它这个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很快速 而且不会出错 那这个就是企业它需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 所以我们协会非常希望能够跟瑞扬合作 在园区大力的推广给每一位企业使用 因为那个我年纪也蛮大了 所以学习东西都会比较办 可是呢这个瑞扬的会计软体 我还算是很顺手 我觉得我最害怕的就是我那个电子发票 我学了好久才学会了 所以瑞扬会计软体是比电子发票还容易的 我学习的会计软体是比电子发票